就是整片都是花田 然後而且那個花特別的地方 就是四季有各種就是不同的花 每一個季節有不同的花 在那邊很漂亮 我們就可以在那邊追逐啊什麼的 追逐 接下來的新機來了 甜蜜消暑公司 因為這段行程就是我約他的 所以呢 我在家裡面的時候就特別準備了飲料 而且是前一天就冰好的冷凍水 而且上面還是大圓特製的冷凍水 冰塊水啦 冰塊水有沒有 冰塊水 冰海公路也有在賣 省道 對 我到了 上面還有小紙條寫辛苦你囉 妳不要 妳身邊擺個照片好像 鈴谷超興奮就放棍子 不會 很貼心耶 那好像一個檯子一樣 沒有 大圓你要擺這個照片 好歹也要跟那個蘆筍姿勢一樣的 心機 心機 沒有 心機的地方就是他兩瓶 因為就是有些男生可能 不喜歡喝水 所以我就準備了另外一罐飲料 讓他自己選擇 看他要喝水還是飲料 貼心啦 有很貼心 下一個可能是重頭戲來了 叫做極限賽車場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地方 因為平常就是男生陪女生逛街 什麼都累了 也覺得太無趣了 所以這時候就要換我陪他去玩賽車 因為男生呢 只要看到賽車就瘋了 就會 不會瘋嗎 就會覺得 哇 然後我又陪他 他就會覺得很貼心 而且那裡有就是親子雙人座 就是可以情侶一起坐 然後他可以載我 然後飆享受快感 然後我還可以在那個途中 假裝很害怕 然後靠近他之類 接下來呢 玩完之後累了 我們就要到 學生最愛的中原夜市裡 學生最愛美食 像什麼爆漿紅豆餅 然後 對 然後還有脆皮雞排 很多知名的都會 知名美食節目都會到那邊 還有就是可以 逛完之後還可以帶個伴手禮 像之前我們節目上有介紹 那個什麼 波士頓派 對 逛完之後就可以帶波士頓派 波士頓派 好漂亮 對 接下來 最後一個 同場加硬 這是為什麼呢 就是 就是我就會逛完之後累了 我就會跟他說 我們這次完了 但是這麼晚了 你要不要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啊 也在桃園 有一棟別墅 然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就是 在那種別墅 而且那種別墅有烤肉 OK啊 然後草皮 我們可以在那邊烤肉什麼的 就是測試他 如果對我有好感的話 他就會願意留下來陪我 我們最後要票選是不是 對 請大家寫下最想去的行程 好 結果是小波以兩票領先了娃娃 恭喜小波勝出 好 緊張的時刻到了 小波 你的行程當選了 現在就要公布 你要邀誰一起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先借我偷瞄一下 先咪牌 咪牌 我覺得三個有可能都選我 剛才就 真的 沒有,沒有那回事 太擔心 太擔心 憲憲 很怕衝浪,我都好擔心 好 你幾個電視 開染房了,真是 好 本來小波寫了一個名字 後來他又改變心意,換了 真的嗎 真的嗎 一開始寫的是邱森 選自己弟弟吧 不行啊 不行啊 沒有,沒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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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只能說得獎的是 可樂 一棒到,天哪 超強的 不要懷疑,可樂真的是你 不過看你的表情 似乎對剛剛的愛心伴團 還心魂未定喔 但是成為女生指名的約會對象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的 祝你們兩位 有個甜蜜的約會喔 按照約定 可樂將與小波進行甜蜜約會 究竟他們兩人會擦出 什麼樣愛的火花呢 廣告過後就要輕動大公開囉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搞什麼鬼啊 到幾點了還不來 我已經等小波等兩個小時了耶 當初是他自己指名要找我約會的 你看 這卡片上面寫的是我的名字 可樂耶 好醉喔 他到現在為什麼還不來啊 好醉喔 可樂對不起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好 你怎麼了 沒關係 我今天這樣還OK吧這樣 可樂你也太誇張了吧 你還是好好進行今天的約會 說到這裡 我也要趕快去砸鼻血啦 我約會第一半到了耶 對啊 而且看到有多小朋友 好可愛 真的 今天好多小朋友來玩喔 既然我都安排了這個行程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玩法 當然有啦 我告訴你 我早就準備好了 什麼 現在有一個最新潮的玩法 光是來動物園 看動物就已經遜掉了 那個最新潮的玩法就是 我們可以幫動物園裡面 動物配音 這麼帥 真的耶 走走 我先試給你看看 好快點 今天的第一站 就是位於木柵的 台北市立動物園 園內總共有六個 室內動物展示館 其中以熊貓館最為熱門 此外 館內有可愛的紀念品區 可以提供挑選 有機會來到這裡 一定不能錯過喔 不過剛剛可樂說的 幫動物配音 到底是哪一招啊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可樂到底怎麼配音囉 這口哨到底要怎麼吹啊 嘴巴揪起來就好了 那我嘴巴不尖 怎麼都吹不出來 這桃要動的關係嗎 要吹出聲音 大家用道具啊 你看這個葉子就不錯了 我想我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要先喝頭水 沒有用頭吧 我慢慢跟我說 吃屁股的毛 口哨就很強耶 好好笑喔 小波 幹嘛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野餐區的意思 是不是表示我們要 吃便當囉 所以 妳準備的便當 該不會是上次妳在節目上面 準備的那個愛情 就是那個 其實不用啦 小波妳知道嗎 便利商店跟那個素食店 其實是很方便的 你幹嘛這樣 我特地從食譜上學來的耶 我們馬上來看看小波 這次精心準備的飯糰要怎麼做 飯糰材料如下 鰻魚汁兩匙 麻油三匙 蔥花少許 泡菜少許 海苔絲一大片 還有黑白芝麻 首先把白飯倒入盆內 並以麻油和鰻魚汁 加以攪拌到顏色均勻 再來加上泡菜提味攪拌 並以蔥花海苔來增加顏色的多樣性 最後用模具製形 美味的三角飯糰就這樣完成了 這次小波的黃金飯糰完全吸收了鰻魚汁的精華 以及海苔泡菜的香味 跟節目上面的完全不一樣啊 究竟可樂吃完之後會覺得怎麼樣呢 好 好 這次的飯糰真的太成功了 觀眾朋友們 下次出遊也可以試著坐坐看哦 可樂 我們走了這麼久 流了這麼多汗 現在終於到了夜行性動物館 裡面不只有夜行性動物可以看 而且可以吹冷氣 是嗎 對啊 你看我多貼心安排啊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我們好熱啊 真的真的 動物園內的第二站 就是於1989年開放參觀的夜行動物館 館內刻意設計了燈光控制系統 來營造於館外日夜顛倒的環境 讓遊客得以在神秘的夜世界中 觀察到夜行動物特殊的外貌與生態喜性 而且館內還有許多介紹資訊 絕對讓你滿載而歸 下次來到這裡一定要進來看看哦 有沒有看到 夜景天 我上網查過 接下來這個地方 是整個夜行觀裡面最深受不見五指的地方 也就是說 等一下 這裡就是我的命運決勝點 Let's go 好 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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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這會是你啊 不然呢 那我剛剛摸的時候 對不起 聽說我有沒有小朋友摸嗎 聽說我有沒有小朋友摸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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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